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以及需要关注哪些变数跟焦点 嘉欣您好 嗨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嘉欣我们看到统计显示 入资十多年来台湾制产不到200件 并未如市场预期 您帮我们分析主要原因何在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当然在这份统计之后 因为它毕竟是公务门的一个统计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就是从91年开始 就是那时候对于两岸的一个 所谓的投资的部分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松绑 到现在就是去年的12月份的 这个统计来看 就是说这13年间 我们大概只有181件 这样子的一个 入资来台的购物 那其中呢 在91年到100年的时候 大概只有51件左右 那到了102年的时候 是达到高峰 大概有52件 可是去年来说的话 大概只有45件 就是说量的部分 比想象中的低 那在所谓的价的部分的话 也比想象中的少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说 根据内政部的 这样子的一个统计 其实这十多年下来 入资来才取得不动产的一个权利价值的部分 还不到26亿 那所以换言之 就是说市场上面 可能有一些推估的说法 他们认为说 入资大量的抢进台湾的不动产的 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可能从这样的数字上面看起来是落空的 那我们也会认为 就是说当然可能主要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台湾现阶段 有所谓的543的法令的限制 什么是543限制呢 就是说你在这个台湾购买不动产 假如大陆人士的话 你持有的时间呢 一定要在三年以上 就是三年之内不能去做一个移转 就是持有这个房地产的人士 你来台停留不能够超过4个月 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贷款成数不超过5成 那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限制之下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陆次 他们其实care的是所谓的4的这个限制 就是来台湾不能够超过4个月的限制 他们会觉得说 我买了一个不动产 但是我却不能够使用超过4个月 这个时间有一点太短 那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陆克 如果说他要来购置不动产的话 他还是要先经过审核 所以其实在这个复杂度上面 他会相对比较高 那当然他会影响到投资的一个意愿 那另外客观的法令上面的一个限制之外 其实我们也不可会言 因为这几年台湾的房地产市场 已经涨到了一个有点过头的状况 所以其实在涨幅有限的一个状况之下 对于中国大陆的高资产客户来说的话 他们如果要投资不动产 他们可能会优先去选择 比如说像是美国 或者是像是欧洲 那可能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台湾的右依赖相对就会比较少 是 嘉西那如果在外资的部分 我们来观察的话 他们购买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呢 其实如果说从外资的购买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那当然因为房间有一些说法是说 因为确实我们前面提到大陆人士来台购物 真的有点麻烦 因为法令的限制比较多 那有一些说法是说可能是透过 比如说第三地的公司 那或者是说透过港澳池 透过台商的人头 但是如果说透过港澳池 或者是透过第三地的国家来看的话 我们从内政部的统计上面来看 也并不是那么样子的突出 因为其实如果说从91年内政部有统计以来 那你也可以看到在去年到11月的时候 全年也不过就是一年大概外国人来台购买 不动产的量 也不过就是1000多户上下 那所以这个部分量体是非常少的 那即便是再加上中国大陆的人士来台购物 这样子的一个数量 加起来大概也不到台湾的一个全年的 房地产遗传总量的1%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台湾 其实很多人会说是一个国际资金喜欢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样统计看起来 其实台湾人的地皮应该我们还是自己 炒的状况比较多 应该是满足所谓的一个内置需求 是 刚刚嘉欣帮我们分析到了说 陆资在台湾资产不如意 不过如果我们从这个区域和对象上来观察的话 有哪需要关于焦点 这里区的部分的话 这次的统计倒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意外 就是过去会认为 就是说是不是双北市 会是这些路客比较喜欢的一个标的 那但是我们发现在这样子统计里头 高雄台中的一个量体 反而比新北市和台北市来得多 那像高雄市的话 这十多年来 其实它的量是最多的 大概件数有大概58件左右 那台中市以35件进追在后 那我们推估 如果说以总价不高 件数又少 那它也集中在中南部的状况之下 非常有可能是所谓的中小型的公司 或者是个人 比如说像是台湾新阶段 有一些所谓的中国大陆的新住民 那新住民来台之后 他们取得身份证 他们对于置产 其实是相对是比较有兴趣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也许有可能他们在取得身份证之前 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去做置产的一个规划 那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是为什么中南部的量 它会比我们期待的想象中多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另外来说 前面也有提到就是外国人来台投资 那外国人来台投资的话 他们其实就比较多的量会集中在台北市 那台北市的话 以去年来说大概有290件 是各行政区里头最多的 那其实如果说从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看来 我们其实不可会言 有可能这样子所谓的外国人 他其实是所谓的台商或者是说台湾本地人 他到第三地区开设公司之后 来台北市买豪宅 才会造成这个所谓的外国人士 来才购置这个房屋的一个部分 他会集中在北部这样的情形 嘉欣您刚刚谈到说 南部跟中部都比双北市多 我们又看到双北市中 有新北市高于北市 您怎么观察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其实如果说新北市高于北市的话 会认为 就是说就我们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外来客户的习惯 他们不大会去买所谓的公寓型的产品 那当然一方面可能在维护上面会有一些困难 那二方面来说的话 这卖相也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好 所以其实如果说在同样的一个选择上面的话 我们会认为以致用需求的概念 也许是寻求一些所谓的电梯型的产品 或者是说物理比较新的 可能是两方以下的一个标的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标的来说的话 可能在目前市场上面 它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状况它是会比较理想的 另外我们来关注今年房市的展望 大家非常关心的房市的一些发展 嘉欣你怎么样看今年价量上的一些变化呢 其实如果说以今年价量的表现来说的话 我们会认为今年 其实因为2016年就要选总统了 所以在选总统之前的话 我们现在房地产市场最在意的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的一个政策 到现在还没有明朗化 那在没有明朗化的一个状况之下 很多的买卖双方 他们其实观望的一个心态会比较浓 所以在量体的一个部分上面来说 我们认为在今年应该可能还是维持 像去年的一个所谓低档盘旋的一个状况 那在价格的部分来说的话 我们会认为这个是一个 在今年的价格应该有机会去做一个比较大的修正 那当然这修正的来源也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是一些重化区的一个个案 发生所谓多杀多的情形 就是说现阶段看得到有很多的投资客 他们可能担心市场上面价格的一个部分 还有买期的部分相对来说会比较保守 所以也许早期取得的购物人 他们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来去做一个 所谓获利了结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在出售的价格会比市场来低 所以其实价格的部分的话 可能会从重化区卖亚比较大的一个区块 先行来去做一个降价 那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说市区内有一些投资客的一个产品 他可能在这个波段里头 会愿意去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让价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边陲区的降价幅度 可能到达就是一层到一层五左右 那市区之内的话 可能大概有五%左右的一个 所谓价格的一个修正 那如果说以北中南这样的区域来区分的话 有什么观察的焦点呢 其实北中南来说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然因为现在地方的九合一大选已经结束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所谓重大建设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来说 它反而可能会现出原型 因为毕竟在选后 我们也会发现到很多的重大建设 它即便是开工不等于动工 动工也不等于完工 所以这些部分的话 它都会被打回原型 那我们也会提醒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是自用客户的话 我们会建议你无论北中南 你都应该自己去看物 然后去选择锁定自己熟悉的一个区域 来去做所谓的自用购物的一个规划 但是对于投资的客户来说的话 我们的提醒会建议比较保守 因为其实以现阶段来说的话 我们会发现到市场上面 即便价格会有修正 但是修正的幅度也许没有那么的大 那甚至于就是说在修正的这个过程里面 会有一些可能风险性比较大的一个产品出来 因为我们都了解 其实投资的客户 他们可能对于价格的要求 是相对比较严格的 但是在这一波的盘整之下的话 它有可能会减到风险性比较大的产品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除非它的这个产品本身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优势 那不然的话可能在进场的部分 建议相对会稍微保守一些 所以未来发展我们持续来关注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助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主任徐嘉欣 我们分析陆资来台资产未如市场预期 主要原因何在 还有今年台湾房市有哪些要关注的焦点 非常谢谢徐主任接送访问 谢谢您